大家好,今天是2021年4月6日,哇,有些什麼好得過,就是這個打小珍珍呢,哇,盆滿撥滿啊,是吧? 哇,如果我是藥廠的話,發明這個小珍珍,最好是什麼?變變變生命律,說的就是那些virus,這裡有一則新聞,變種新冠壓頸,壓頸,就不是壓頸,就是壓頸呢,就想起之前,尖沙咀有個南亞裔那裏,就被人壓頸致死,但是這次就不是壓頸,是壓頸,這個壓頸呢,他說什麼?恐要三針報命,就是你兩針不夠啊,要針不夠啊, 要針不夠三針,喂,那變種的時候啊,又加多劑,那再變,又不是加多劑,這麼大劑啊,加下去,365隻變種的話,那你不是每日都打針,糖尿病啊,加一下,這個007啊,努力命3000,不過今次是努力命三針,不是啊,我只是說拿那些病毒命,先學神針啊,加一下, 啊,那還有,其實啊,變種,啊,又如何呢?變種這件事啊,未必是越來越勁的啊,可能差了的啊,是不是?為什麼啊?因為其實呢,這隻病毒要生存的時候啊,啊,它如果變得更加勁,反而傳得沒那麼快的嘛,所以,其實傾向變種呢,就不是越來越勁的啊,是越來越差的啊,但是呢,有些什麼煩的地方就是啊,你如果,打了疫苗,啊,跟著它啊,變了種的時候呢,那結果你原先那些東西可能沒用的啊, 啊,那又來越來越多啊,啊,那為什麼你說,這東西那麼容易變種呢?因為它是一隻RNA的病毒來的啊,就是,比較上delicate一些,類似啊,最近啊,你想一下,一隻可以空氣傳播的愛滋病毒,那就行的啦,愛滋啊,你就想起之前呢,有個科學家,叫做何健輝,他又弄了兩個BB,啊,跟著啊,對這個ACE呢,是可以有防疫力的啊,那麼厲害啊,懂得剪那些愛滋基因啊,而今次呢,這隻新冠啊,啊,就是說, 跟這個愛滋都好似的,所以他呢,頭過一兩個星期啊,啊,可以潛伏的啊,啊,所以你很難找到他都可以的啊,你可以完全沒有病徵的啊,然後在這裡不斷地覆製,那這篇文呢,啊,在東方道寫了出來,就不真是袁國勇教授托他的Fan寫的,真是,他說有變種病毒流入的個案,但是怎樣啊,哇,用這個字啊,反治的港府啊,他說,開始放寬部分低風險地區的檢疫限制, 我想是說一些油水啊,啊,戲院啊,各樣那些啦,而檢疫日數啊,啊,就說放寬去到14天,就會形成這個防疫缺口,這樣說,你要明白,啊,他目前來講呢,是想將一些東西拉成關係,首先就是你那個打疫苗的人數啊,這個是一個parameter,一個參數來的, 那有了這個東西之後呢,他又可以合理化,啊,就說這個放寬,那個放寬,去恢復經濟活動啊,想著,那你說是不是科學的呢,不科學的啊,因為到期時啊,雖知道啊,你科興,哎呀,我講科興啊,你都是只有60%防護力的啊,那他們仍然是會惹到這隻東西的啊,那所以啊,你想達成一個叫做零確診,我不知道是不是完美主義來的啊,哼,可能可以達成的啊,但是你那個社會啊,就是全Q暴人, 死了那麼多了,所以呢,在香港賺食啊,啊,越來越艱難就這樣解了,什麼工,啊,這個又說不給回,那個又說不給回,那到最後啊,就是可能英國反而是冒實一點啊,最近呢,啊,他們有講到啊,一個英方啊,的那個衛生專家來的,就說可能啊,啊,就,就是你恢復正常生活的話呢,都要有些代價的,那代價就是啊,你要接受這隻東西,當它流感這樣去看了,雖然啊,不是說不會拿你命,那其實你計算一下, 之前呢,我們說那個流感高峰期那時候啊,你還記得某一年嘛,講到成,那什麼甲型流感的嘛,講到成千多人死鬼了的啊,那你現在,死來死去都是只有那兩百多人,你可不可以啊,認真一點點,真是來過啊,可能萬多人給我看一下,那我就說真的那麼厲害了,哇,大哥,搞了整年,全個世界啊,都圍著你轉,那我都很期待啊,就是其實你這隻東西呢,喪屍病毒來的, 那當然啦,防疫是需要的,隔壁流感你都不想幻想啦,是不是這麼說啊,你見到隔壁那個打黑癡,你都走開一點啦,那很明顯啊,你見到袁國勇教授呢,他在這裡示範給你看的時候啊,作為一個政府專家,包括這個許樹昌啦,啊,他們打的那隻啊,都是復必泰來的,很明顯,他們用行動來抹黑科興的啊,那所以呢,最好就抓回他們,打回齊, 扣針,啊,那麼就找一隻科興打回他們身上,這樣才可以啊,收到宣傳的效果,令到市民踴躍接種科興的嘛,所以啊,市民的接種意欲低,完全是因為這兩個教授啊,反中亂港,抹黑科興,就是除非他們將功底過啊,啊,走回去示範,怎樣打回一隻科興啦,他們是有最大的責任的,責無旁貸,那另外早前呢,復必泰,啊,也出現瓶蓋那個, 那個包裝出現瑕疵啦,那跟著啊,啊,又找這個,反中亂港教授,袁國勇出來啊,啊,那看下那個蓋身,各樣那些抽檢啦,那跟著啊,就跟你說,哎,沒事啦,這樣,沒有污染的啦,現在不是污不污染的問題啊,就是,都是說回那句,如果閣下,基本上都是,不打算生兒玉女的啦,又都已經50歲流上,那你閣下又真是很需要保護的,那你在有萬全的心理準備 在準備之下,啊,走去接種,就是這樣,對自己身體負責啦,啊,我啊,一向好鼓勵人去接種的,啊,大家快點去,啊,呼籲了的啦,啊,我身體力行啦,都會去的,那大家都有個安心,不過M痛的意思,所以不打得,遲一下好回來呢,就會去的啦,所以你們快點去啦,呼籲了的啦,那跟著,跟進回上次那件事呢,喂,原來呢,被人打了時候,珍珍那個,翻鬼佬啊,是一名55歲的, 楊漢啦,那跟著呢,他原來是癌症患者來的啦,那希望,實在不可以在報紙見到他啦,啊,那又是袁國勇教授出來說的啦,他就說呢,個別事件來的啦,咦,不過他真的這樣勸說這個楊漢喔,他就說,如果第一針呢,你是中了科興的話呢,就是接種了,不是中了,應該是接種了招呼那樣,不是,就是接種了科興之後,哇,你科興的名字,啊,都真是, 超級保護力啊,你想一下,一路,即是打多幾針的時候啊,那些人說啊,一針不夠兩針,兩針不夠三針,啊,你加起來加起來啊,就算你25%防護力的,四針夠未,100%咯,是不是啊,多買多送,這麼巧啊,那些人呢,啊,可能是被毀啦,於是乎,啊,科興,兩個字啊,他就用了這個,F-O-U-R-O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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那我不知道他搞定哪一個啊,搞定這個病毒,是不是啊,那袁國勇教授為什麼跳出來呢,我就跟你說為什麼他這麼飽藏和心了,就說,那個事主楊漢啊,接種了第一針科興呢,他在這裡叫那個事主就說了,你如果啊,走回去接種復必泰的話呢,效果未必好啊,而且啊,你可能要打齊兩針復必泰,才有足夠保護效果,所以呢,你問一下醫生先啊,眨眼看下去好像為那個楊漢好,是不是啊,這些這樣的, 當中亂講教授,很明顯啊,都是拿出來救招的而已,但是啊,喂,你要想啊,人家其實啊,打完科興,打回復必泰的話,咦,這樣就達成一個溝針的效果啦,我之前說,你是更加強了保護力啊,而且啊,就增強了這個說服力啊,那就可以捉拿這個袁國勇教授去打這個科興啦嘛,喂,老實說啊,你作為一個政府的醫療級官員,你是不應該打復必泰的啊,就算你真的打了復必泰的啊,就算你真的打了復必泰的啊, 但是啊,也都很應該接種多仔科興的啊,幫一下國家宣傳,行不行啊,所以我一直非常痛恨這些這樣的教授,在那裡妖言惑眾,令到很多市民啊,誤解了科興的功效,太對不起中央啦,更何況啊,今次啊,這個洋人啊,是一個非常之好的中外交流實驗品, 不是,我不是說他是白老鼠啊,我是指,他是中外交流啊,是一個僑良,哎,說錯了,是僑良,就是你想想,作為一個洋人,他可以打到科興,同時之間實驗了這個溝針,是幾個美好的一件事,中外交流,在這個中國和外國啊,這麼多磨擦的期間,能夠有此洋人,扶伏何堪?而這個反中亂港的袁國勇教授,自經不打這個科興之餘, 亦都不肯去加強自己保護力,打多劑科興之餘,還要阻止這個溝針的新例,很明顯就是想激化這個醫療矛盾,令香港的醫療系統陷入這個癱瘓,絕對是一個人人得而諸之的一個,心懷不軌的外國醫學間諜,所以都是那句啦,國安公署你真是查查他啊,這個傢伙絕對是銀行戶口可能是收殺戶外國利益,是凍結其資產,抄其家,滅其族,當然, 當然啦,查明屬實先,我們做事很公道的,是不是?目前呢,他在推三推四的,人家說了,溝針那些行不行啊?袁國勇教授就說了,暫時科學數據不足這樣說,你恐凡藝教授都說了,就說,是絕對有理由相信,是有更加的防護力的,所以我都是建議,去捉拿那些員已經打了復必泰的人士,進行溝針,那你就不用打第三針咯,你省到不少錢的,不需要那麼多錢的, 那麼遠水路,又保存著那些復必泰,是不是?第三針,啊,就決定我們的科興,你打了復必泰第二針那些人,為加強保護力,啊,就打了一隻科興,一舉又掃得,那當然啦,他現在就要加緊研究,然後落實個政策,將所有復必泰的人士呢,轉為接種科興,這樣才可以完全解決了這個問題的,啊,但都是啦,換下個教授好一點點,就是這樣,好,今天講到這裡, 喔